大家好,今天快乐枪员要为大家介绍一款经典的手枪 作为我们手枪系,介绍系列的第一支枪,我们选择了Glock 虽然我本人不是Glock的粉丝 但是因为Glock毕竟是差不多世界上销量第一的手枪 占了美国law enforcement大概60%的配枪都是Glock 我们觉得很有必要选他来作为第一支来介绍 Glock的创始人Gaston Glock出生于1929年 很有趣的是在他52岁以前从来没有生产制造过任何的枪械 没有任何的经验 他本人是一个工程师 他的强项是polymer,也就是聚合塑料 之前他为奥地利的军方有制作 比如说窗帘的窗帘杆 有制造刀的手柄 在1982年 奥地利决定给他们军队的 士兵军队的配枪进行换装 当时一直使用的是Walter PE38 对于换枪 他们提出了大概有17项的要求标准 首先 要是一把半自动手枪 并且要求口径是9毫米 要求装弹量至少要8发 并且对于枪支的部件的数量的有严格的要求 不能超过58个零件 之所以定了58个零件的要求 就是因为之前的P38有58个零件 他们觉得如果超过这个数字 这个枪械的维护 拆卸就会变得复杂起来 他们希望能够在不需要任何工具的前提下 可以进行拆卸 进行清洁 进行故障的排除 另外呢 他们要对这个枪进行非常严格的 可靠性的测试 比如要连续射击1万发 发生的故障不能超过20次 在1万发之后 要再进行大概5000发的 这个高压的子弹的 high pressure cartridge的测试 大概是正常9毫米子弹的两倍的pressure 这个枪也要能正常的使用 在众多的竞争者中 包括德国的HK 西格绍尔 意大利的Bretta 比利时的FN 这些都是非常著名的公司 而Glock Gaston Glock和他的工程师 用了一年时间设计出来的Glock 17 居然胜出了 那下面让我们来看看 为什么他可以成为 这个这次招标的胜利者 首先在我们操作任何枪支之前 我们要首先有一个安全的方向 现在我的左边是这个 我们确定是这个安全的方向 我们的枪支永远指向这个方向 再有我们做一个Safety Check 所以大家取出来 拉开套筒 用眼睛检查 并且用手指去检查一下 在他的Chamber里面有没有子弹 所以大家 我先看到 Glock的 刚才我们提到 他最大的特点 就是说 他的底下的Lower 是完全是塑料 当初 Glock刚刚上市的时候 各个国家 有很多的concern 就是觉得塑料的能不能 受注这个长期的 使用 各种恶劣条件下使用的考量 并且还有 比如美国的ATF 他们的一个concern是 既然被ATF算作火器的Lower 是完全是塑料的 那是不是他就可以通过金属探测机 不被检测到 当在美国上市的时候 他们还特别要求 Glock在枪的底下 加了一个金属牌 这金属牌上有他的序列号 除了 枪 是把塑料枪 甚至有人觉得 像是玩具枪 另外一个很大的特点 就是说 我们平时看到的很多枪 后面都有一个机锤 比如这一把 6Hour的PR-26 大家可以看到 很明显 后面有一个机锤 而Glock呢 没有 这是因为Glock不是用 机锤来激发撞针 来引燃子弹的低火 它是用机针 所谓的Striker Fire 大家可以看一下 在这里面 它有弹簧 Striker里包括弹簧 所以每次当你拉套筒的时候 将弹簧压缩 然后当你扣动扳机的时候 release它 弹簧机具的能量使撞针前移 激发敌火 Striker Fire的枪的最大的特点 就是说 每次当你扣扳机的时候 这个扳机的重量都是一样的 而不像这一把机锤激发的 像这一把 它是单双动的 所以我还是先做Safety Check 这没有子弹 所以你如果第一发 你Decog之后 你的第一枪是一个双动模式 也就是说当你扣扳机的时候 机锤 第一个动作先抬起 然后继续 这第二个动作才release 然后从这之后 每一次都是变成了 Single Action 所以它的扳机的形成变短 力量也变小 而对于这种Striker Fire的手枪 它每一次 扳机的形成和力量 都是一样 更consistent 对于Glock粉丝 他们觉得Glock的另外的一个优点 就是大家可以看到 它的Ball Axis 就是当你握住枪子之后 这个Ball和你握枪这个点之间的这个距离很短 这样你每次扣动扳机的时候 它的Recoil 它的后座力的力弊就很短 这样力距就小 更利于枪手控制住枪的后座 进行连续的射击 对于它的优点 介绍了很多 它很可靠 很易于维护 每次扣扳机的力度都是一样 Ball Axis很低 另外的一个 有的人觉得是缺点 有的人觉得是优点 就是Glock 我们看这里没有外保险 也没有Decocker 它唯一有的一个是在扳机上 大家可以看到有一个小的像一扳机的东西 这叫扳机保险 也就是说当我枪上膛以后 如果我被衣服或被其他东西挂住 挂住了扳机的两个侧面 你这样它是不会激发的 只有将你真正去扣整个扳机的时候 才可能激发 这是它的扳机保险 所以至于没有外保险 有很多人喜欢它 就是觉得当紧急情况发生的时候 少一个东西去顾虑 掏起枪来就可以打 但同时很多人又觉得它这是缺点 就是更容易无操作无激发 这确实也是事实 每年因为Glock大概占了美国 Law Enforcement配枪的60% 每年他们发生的枪支事故 枪支走火有很多 其中大部分都是Glock 但其实枪支走火 并不是枪的问题 而是人的问题 如果你手指乱放 或者你在枪 放进你的枪套子里的时候 过于匆忙 都会引起这些事故 所以至于Glock没有外保险 到底是优点是缺点 我们留给大家自己去评判 下面我们来 刚才说到Glock的零件很少 那到底都有哪些零件呢 我们现在做一个简单的Filt Drip 所以还是先检查 枪是不是unloaded 所以弹夹退出 检查一下里面没有子弹 然后Glock必须要先把他的扳机 看见这两个小 两面 用的手指把它拉下来 然后 把他的套筒往前推 这里 这个呢 是他的Recoil Spring 这是他枪管 他的Barrel 这是套筒 对于我们平时的维护 基本上拆成这四个部件就可以了 我们不需要进行更多的 使用任何的工具 去把它分得更散 大家可以看到它的结构 如果你有其他的手枪 你也打开的话 你可以看到 部件要少很多 另外除了刚才提到的扳机保险 他另外在他的内部 还有两个 一个是撞针保险 一个是坠落保险 这个也是防止枪械 不小心摔落在地上的时候 引起激发 他的测试大概是要求 从两米高的地方 坠落到钢板或者水泥地面 不能误击发 大家可以看一下 刚才我们提到的 在lower里面 加上的这个金属 爬爬 所以在另一侧 是它的序列号 所以现在大家知道 怎么拆开一把Glob 17 那怎么把它放回去呢 首先是枪管 然后recoil spring 当你抓好一把枪之后呢 你要做一下function chain 就是拉圆套筒上膛以后 然后扣动扳机 再上一膛 然后轻轻地放开 看看是不是trigger可以reset 好了 这证明这把枪已经恢复了 在你之前拆开之前的原状 今天很荣幸 快乐枪员能够跟大家分享这一把世界名枪 Glob 17 如果大家有什么问题 或者对什么枪支感兴趣 可以在我们的视频的评论里面提出来 我们会尽量满足大家的要求 如果大家对我们的视频觉得还感兴趣的话 请关注我们的频道 快乐枪员 谢谢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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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YK